歡迎收看東京走的橋 我是瑋恩 今天呢要帶大家來全馬線三日遊 那我們的第一站呢 會從這個橫川站出發 我們要去看一個鐵道的博物館 從橫川站步行五分鐘 就來到第一站 對兵卡鐵道文化村 門票一個人是成人七百元 我們現在來到了鐵道博物館的戶外展示區域 然後在這邊有蠻多實體的 舊的鐵路相關的東西可以參觀 大家有看到這個鐵軌嗎 現在這個鐵道文化博物館 以前呢 的火車是可以從橫川站那邊 一路開到這邊 那我後面這邊呢 就是類似維修場的地方 其實我最有興趣的是這兩個 看起來非常萌的角色 這邊還蠻特別的啊 可以體驗就是模擬開車的感覺 然後現在來開給大家看看 這個是煞車 然後這個呢 就是不同的檔次 那我們現在在SP的檔位 然後我們的畫面呢是後退 是因為我們是這邊調節的是 算是倒車的方向 然後我們現在一路是開往新景澤站 那現在已經來到全速前進了 我們剛剛體驗完開火車之後呢 現在來參觀的這一台啊 是日本國產的第一台的電器的火車 我們現在要搭乘這台火車 然後在園內的鐵道繞一小圈 搭乘這台小阿普特列車 需要額外購買500日元的乘車券 我是還蠻推薦搭乘看看的 木製的復古車廂 加上迷你版的火車尺寸 很有趣 這個園區非常適合鐵道迷 或者像我一樣 單純喜歡火車的人來參觀 我們剛剛坐了一陣子的車 然後現在要來吃中餐囉 我們中午吃飯的餐廳 在孤獨的美食家中有出現過哦 這個肉盤跟菜盤是兩人份的 接下來在中間放入蔥 因為在孤獨的美食家中出現的關係 所以本次特別點了豬肉的壽喜燒來嚐嚐看 不像常見牛肉的軟嫩跟油脂蘸比糕 吃起來是更紮實的口感與肉味 不變的是一樣下飯的滋味 另外一個必嘗的 就是這裡的特產下仁田蔥 非常有名 它的蔥非常的新鮮 吃起來沒有嗆辣的味道 本身的甜味再加上蛋汁的甜味 很好吃哦 我們剛剛吃完好吃的壽喜燒之後呢 大概開車30分鐘左右 那現在來到了富剛的製絲場 我們第一站來到的這個西治檢所啊 創建於1872年那被列入為是日本的國寶建築物 治檢所就是產檢的倉庫 東西各有一棟治檢所 長約104公尺 非常寬闊 現在內部空間部分用作展演空間 還有人在這裡舉辦婚禮哦 然後這個園區除了有一些國寶建築之外啊 我覺得在這邊散步起來也蠻舒服的 因為它整個區域還蠻大的 然後也有一些 庭園啊 以及廣場 接下來參觀的是我覺得園區最有趣的 騷絲場 騷絲 就是把產檢浸泡在熱湯中 用手抽絲 在纏繞於器具上的過程 一進門就可以看到許多當年的自動騷絲機 完整地保留在廠區中 這裡還有現場演示人工騷絲的過程 它捲的這個線啊 也會沿著上方 然後被捲到這個機器的裡面 那大家要記得啊 就是因為是採訪的關係 平常呢是不能攝影的哦 剛剛那個製作過程啊 有沒有讓你想到一句成語 叫做抽絲剝繭呢 呵呵 這邊當然也有一些紀念品啊 或是商品的店家啦 聽說用這個洗臉對皮膚很好 開車大概十分鐘 來到一個現在超酷的地方 叫做是蒟若公園 這邊看起來就色彩繽紛 洋蔽著一種歡樂的氣息 園區裡面開放的空間啊 就有足湯可以泡 蒟若就長這樣啦 有一點像巨大南瓜的感覺 超酷的 那我們現在首先呢 要來到二樓的蒟若工廠 要來看看蒟若的製造過程了 這個就是製作蒟若的原料啦 它主要取用的是下面的部分 然後它高可以到180公分 但上面這邊是沒有在用的 這邊有一個很酷的小知識就是 就是群馬縣的這個製作蒟若的植物啊 產量是日本第一的 然後基本上92%都是在群馬縣所收穫的 它這邊這個蒟若公園啊 超福星的耶 它這個蒟若製作餐是免費的 然後入園本身也是免費的 就是我們剛剛拿的蒟若大餐啦 有蒟若醬油拉麵 主物 然後一個很像Oden的 然後兩個炸的跟一個甜點 接下來我們就來試吃我們的 免費蒟若自助餐吧 我們先來吃這個是 蒟若醬油拉麵 其實還蠻好吃的 醬油的味道 然後麵就QQ的蒟若麵 而且它這邊的座位區還蠻大的 很像這個 溫泉旅館如心之禮 響きの 那我們就簡單幫大家開箱一下 今天的房間長什麼樣子 這是一進門的巡關處 還蠻大的 這邊的燈飾看起來都還蠻有 溫泉旅館的風味 浴室還蠻大的 有兩個洗面台 然後 雖說是溫泉旅館 但是如果你要在房間裡面 泡湯也是可以的 再來我們進到房間 是一個非常標準的溫泉旅館的房間 有榻榻米 然後一個小的長桌 兩個座位 這個房間還算蠻寬敞的 在我住過的旅館裡面算很大 房間往窗戶的地方 有一個小小的算 小客廳的感覺 可以坐在這邊 耶 我已經換好溫泉旅館訂番的浴衣啦 現在就 來去吃晚餐吧 我們現在在前往餐廳的路上 它這邊設計得很像 真的在那種日本庭園裡面的感覺 蠻特別的 晚餐當然要在溫泉旅館吃懷石料理了 售喜燒的牛肉肉質軟嫩 搭配蛋液吃下去 真的超滿足 好 現在要來炸炸物了 還蠻特別的 第一次吃到有這種 自己炸炸物的料 我一次給它下兩個好了 這個炸30秒就可以起鍋了 來試吃一下剛剛的炸物 然後 我這個也是有點像Manchi的 外面酥酥脆脆 然後裡面有那個 肉的餡 還蠻好吃的 我們吃飽飯回房間休息啦 剛剛的那個 壞石料理吃的超級飽的 那等消化一下之後呢 就要去泡溫泉囉 伊香堡溫泉的圓泉有兩種 在室內可以泡到 細酸醇泉的白銀汁湯 戶外 則是可以泡到 硫酸鹽泉的黃金汁湯 一邊看風景 一邊泡湯 真的是最高的享受 好 我剛剛泡完了 今天晚上的溫泉 非常的舒服 然後現在要來喝一杯 泡完溫泉一定要喝的 剛在超商買的咖啡牛奶 啊 超舒服的 那我們大家就 明天的行程見囉 掰掰 嗨 大家早 我現在在 昨天晚餐的 一樣的路上 然後我們要去吃早餐啦 來鄉下泡湯一定要吃傳統的日本早餐啦 味噌湯 鮭魚 海苔捲飯 吃完整個精神都來了 好 我們昨天居住的區域啊 就是伊香堡溫泉的這整個大的範圍 那我們現在今天來到第一個景點呢 叫做河路橋 就是這個紅紅的橋啦 那因為現在有一些積雪的關係 我覺得看起來還滿漂亮的 我們現在在從剛剛的河路橋走到下一個景點 石段街的路上 那我覺得 因為有下雪的關係 沿路的那個樹林啊 還有風景都非常的漂亮 這裡呢 是石段街的最頂端 365街啦 那因為我們今天呢 是開車到上面往下走 所以呢 我們是從頂點 往回爬 我們現在就帶大家 從365街的最頂端 然後慢慢的往下爬吧 石段街 顧名思義就是由石頭 所堆砌成的階梯 已經有400年的歷史 整個區域其實就是一個大型的溫泉商店街 沿著石段街的兩旁 有許多溫泉旅館 餐廳 店家等等 喔!它這邊有頭蚊自滴水溝蓋耶 真正的飄移就看這裡了 呵呵 水溝蓋過彎 哇塞 哇塞 耶 剛剛阿倫已經打過照呼了 呵呵 應該是我剛剛已經在阿倫的影片裡面出現過了 大家好 對 這趟旅遊呢 其實阿倫也有一起來玩 那 在他的頻道呢 也會有一樣的行程的介紹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那邊看看喔 可以來這邊看看喔 這個石段街這裡啊 你一邊爬的時候也可以一邊看看兩旁的一些商店啊 然後可能都會有賣一些吃的或者是紀念品 這邊的溫泉旅館啊 外面還有足湯可以泡 我覺得這邊一邊往下爬一邊可以看到的風景啊 真的是蠻舒服的 好 我們剛剛這樣一路爬下來的體驗啊 我覺得真的超棒的 就是不管是跳彎過去的景觀啊 然後還有四周那種 蠻有風味的旅館或者是小店 都讓我覺得非常的喜歡 很推薦 宜香保溫泉時段街的這整個區域 大家來逛逛 我們剛剛沿路開了那個 頭文字滴的一小段路之後呢 真名山的道路 那現在來到真名神社 真名神社歷史悠久 大約有1400年的歷史 而且佔地廣大 有15萬平方公尺 不管是自然景觀或者歷史建築都非常值得一看 我剛剛一進來真名神社這邊啊 就發現它是我最喜歡的那一種 在深山中的神社 然後建築物看起來都是有很多年的歷史之外啊 也可以順便看到那種深山中啊 那種筆直的樹木的景觀 然後還有溪流 真的是逛起來超級舒服的 這一帶啊被稱為叫做千本山 因為這裡有很多樹林 從100年到400年不等的山樹 可以看到都長得非常的筆直 然後非常的雄偉 好 上來這邊 可以看到有一個三重塔 它的餐道啊還蠻長的 現在還經過一個有點像小隧道的區域 哇 這邊的水流都已經結冰了 這邊有一個也是國地指定的天然紀念物 史立山 是一個超級巨大的山樹 高聳入天的感覺 好 我們剛剛呢沿路大概爬了10到15分鐘而已 其實沒有很遠 那就來到了真名神社的本店的這個區域 那因為本店目前呢在整修中 但是呢還是可以看到這裡有另外一個 重要文化財 雙龍門 好 那再上來這邊 好 那再上來這邊 就比較可惜了 因為目前 神社的本店是在 維修中的 所以就 看到一個照片參考一下 我們參拜完了真名神社了 接下來就沿著原路慢慢的散步回去啦 我們剛剛開車大概10分鐘左右 就來到了真名湖 然後這邊超酷的 大家可以看到除了湖面啊 風景很棒啊 還有山之外 因為現在是冬天的關係 所以整個湖面全部都結冰了 這邊雖然是湖啊 不過它的標高已經有1084公尺 我們今天的中餐要來吃 當地還滿有名的一家 咖哩的烏龍麵 這個是我點的五顆心辣度的 咖哩烏龍麵 它的料有 一隻雞腿 然後還有燉煮的豬肉 我們來試吃這個超級大份的烏龍麵 它的咖哩啊 很香 然後辣度 我覺得雖然它是寫五顆心 但我覺得以台灣人的口味來說 還滿剛好 然後它的烏龍麵也滿Q的 吃了它的燉煮的豬肉 它燉得滿入味的 然後 肉還滿有口感的 黑胡椒 香香的 滿好吃的 最後我們來試吃一下它的雞腿吧 它也滿軟爛的 我剛剛一夾 就可以夾起一塊肉 吃光光囉 我們吃飽飯之後 下一站要來參訪的是 衣箱堡這邊的玩具人偶 汽車博物館 這間博物館 是日本國內最大的私人博物館 門票一千三百日圓 展示了昭和風玩具 物品 汽車等等 最有名的就是 頭文字笛的景點場景重現啦 有很多 舊時代的玩具 那也有首種之寵的 一些作品 原子小金剛等等 這邊有一家 鎂馬甲 接下來我們下一個區域 就要來到 汽車博物館啦 哇 這邊超酷的 有超多 復古的汽車的 如果你是喜歡車子的人的話 這邊應該會逛得很開心 我們現在上樓 來到了這裡最知名的 就是 藤圓豆腐店 這個角落就是這裡 最出名的地方啦 那雖然我們有看 頭文字笛這個作品 不過我覺得光是 來這個區塊朝聖 然後拍一張照片 就已經吃回票價了 那出口的區域啊 還有一個休息區 可以來這邊吃吃喝喝 然後休息一下 這一個地方行程 就告一個段落啦 那我們接下來要前往 也是群馬縣非常有名的地方 就是草津溫泉 好 我們大概坐了一個半小時的車吧 那現在來到了今天要check-in的晚上要住的飯店囉 我現在來到今天要入住的房間了 那給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房間長怎麼樣子吧 進來玄關處 就有泡湯可以穿的衣服 還有泡湯的備品 這邊毛巾等等的 我住的是一個雙人房 有兩張單人的床還蠻大的 我們現在要去吃晚餐啦 那今天晚餐的地點呢 是在我們入住旅館的姐妹館的餐廳 所以呢 現在在外面要走到餐廳去吃飯 晚餐的餐廳就在這邊啊 看起來非常的日式 在姐妹館喜美之宿高松的晚餐 一樣也是豐盛的懷石料理 除了定番的生魚片以及壽喜燒之外 還多了異國風調理的馬賽魚湯以及牛肉 更增加了口味的豐富性 哇 它牛排非常軟嫩 然後味道也蠻濃郁的 這邊就是夜晚的湯田啊 晚上的版本跟白天啊 差的還蠻多的 晚上來這邊啊 會感覺非常的迷幻 因為它會點不同顏色的燈光 再加上現在是冬天 所以它的那個蒸氣非常的明顯 怎麼樣 迷幻吧 這邊都是溫泉的硫磺味 覺得很冷的話 晚上這邊也有可以洗手的 熱的溫泉水 喔 有點燙但是 好舒服喔 好冷啊 這裡有免費的足湯可以泡 現在大概是晚上9點了 可以看到也還是有人在泡足湯喔 其實我覺得晚上的草莖這邊啊 因為大部分的地方都有點燈 所以還蠻亮的 我覺得如果你不是很怕冷的話 可以在這邊走走逛逛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嗨 大家好 我剛工作了一下 還蠻累 現在準備要去泡湯了 這裡的溫泉就是剛剛湯田所看到的源泉 也就是日本三明泉的草莖溫泉 是屬於強酸性的硫酸鹽鹽化物溫泉 被稱為是除了戀愛以外的病都可以治癒的溫泉喔 剛剛泡完溫泉了 超舒服的 然後現在在這邊 喝個飲料休息一下 等一下就要來睡覺啦 明天早上呢 會再介紹白天的草莖溫泉給大家看囉 大家晚安 明天見 謝謝 今天的早餐換個口味 還吃陽式的歐姆蛋 當然也有麵包 以及基本的熟食可以選擇 嗨 大家早 有看到我這個 頭土白鹽嗎 還有背後這些雪的背景 沒錯 那我們現在要前往 今天草莖溫泉的第一個景點啦 這裡就是我們今天的第一站 草莖熱帶圈 這邊是日本動物園中最高的地方 這邊這個區域是熱帶大巨大 草莖熱帶圈開幕在1970年 使用草莖的溫泉地熱來維持溫度 在這個高15公尺的圓頂溫室內 有超過1000隻以上的動物 同時也是日本爬蟲類 飼養數量最多的動物園 這裡的明星動物是泡溫泉的水豚菌 還可以近距離的餵食 我們現在已經走到湯田的附近了 那我們等一下呢 就會在這個熱奶湯這邊 觀賞湯柔的表演 我們在等秀開始之前呢 還有半個小時 先帶大家在白天的湯田這邊繞繞 然後看看 草莖溫泉是日本的三明泉之一 其來源便是這個每分鐘冒出4600公升溫泉的景點 湯田 溫泉水流出之後 會經過這七條長長的木箱 稱為木通 這裡的溫泉水就是像這樣流過7條40公尺長的木頭的箱子 來達到降溫以及收集湯汁花的效果 我們現在要準備來開始看這個表演囉 湯柔的起源是過去草莖的人們 為了讓高達51-95度的源泉 能夠冷卻到適合泡湯的溫度 而用木製的長板 攪拌溫泉的過程 而現在則融合了歌曲與舞蹈 成為了草莖溫泉的特色表演 好的我們今天看完了剛剛草莖這邊揉湯的傳統表演了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就是看到日本他們就是會蠻努力 然後蠻認真的保存自己 算是固有的這種文化遺產吧 然後也可以吸引很多世界各地不同的觀光客過來看這樣子 我們剛剛看完表演之後呢 現在距離中餐下一個行程還有一段時間 我們目前預計會在草莖的溫泉街這邊帶大家走走看看 像這排店家就有賣蠻多的像溫泉饅頭 足湯咖啡 然後也有賣冰淇淋啊等等的 我在這邊的小店買了一個肉包 然後坐在這邊吃 那邊休息一下 這個是群馬當地特產的豬肉 草莖這邊除了湯田附近之外啊 還有一條西枝和原通 其實也有蠻多商店 然後就繼續帶大家走走逛逛看看 這條西枝和原通兩旁都是 溫泉旅館或者是一些小麥店 這邊有溫泉街定番的溫泉饅頭 其實就是一種甜點的感覺啦 裡面有包紅豆餡的饅頭 我自己是還蠻喜歡逛這種溫泉商店街的 就很有風味 就超級超級日本的感覺 我點的蕎麥麵來囉 我的是冷的蕎麥麵 然後搭配的是這一個是 鴨肉的湯的醬汁 它那個湯汁啊 鴨肉的味道非常的濃郁然後很香 然後因為那個湯的溫度很高 所以冷的瘦巴下去啊 可以保持瘦巴的Q度 可是呢吃的時候卻是熱的口感 然後另外呢它除了鴨的湯的味道之外 你其實也可以吃到 酸屬於蕎麥麵的蕎麥的香味喔 我們剛剛吃完了三國家的蕎麥麵 然後現在呢要來買好像 這幾年還蠻熱門的草莖溫泉布丁 很可愛的草莖溫泉布丁 還有附一塊小小的做墊給它做 超可愛的 我們現在來試試這個 很可愛的草莖溫泉布丁 這個布丁啊非常的滑順 就是一入口就整個超級融化 然後很香很甜的感覺完全不膩 我們吃完布丁了 接下來要去我們這趟旅程的最後一站 西枝河原公園 我們現在一進來到 冬天的西枝河原公園了 我上次來的時候是夏天 這次有雪的感覺還蠻酷的 然後大家現在看到這個水流啊 這個全部都是溫泉喔 那一進來就有一個蠻大的豬湯可以泡 大家有看到這個冒煙嗎 水溝裡面的水耶 全部都是溫泉喔 我們要來泡這個露天風呂啦 接下來就要在下雪的天氣來泡泡看這個西枝河原的露天風呂啦 那它是草莖這邊最大的露天風呂喔 然後泡完之後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 嗨大家我泡完溫泉了 老實說這個露天風呂啊真的完全超乎我的想像 因為它裡面那個池子很廣嘛 所以可以看到非常棒的就是西枝河原公園這邊的景色 然後再加上現在又有下雪 所以你可以想像大概就在這種風景之下 然後泡著露天的風呂非常的舒適 因為它裡面非常的位置很大啦 所以我覺得真的還蠻蠻推薦的 然後我剛買了一個這邊也是 應該算名產的那個Yogurt 就是優酪乳 那大家都知道嘛泡完溫泉的話 日式的溫泉一定要喝個牛奶或是喝個優酪乳啦 喔嗯好喝 真的是舒服 好啦我們現在泡完湯之後在雪中漫步著 準備要結束這次的旅程囉 以上就是這次的全馬線的三日遊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喔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